亲爱的朋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羽阳开运小学堂,每个人的运势在一生中都会不断变化,有运气好的时候,当然也会有较不顺遂的时刻,若我们能仔细观察,其实都有一些征兆,本集的羽阳开运小学堂,就要跟大家分享,好运即将降临的五大征兆,记得分享,订阅,开启小铃铛,保证让你好运不漏街。 1.植物越长越茂盛 居家环境的气场跟人运势的关系,从植物就能推测出来。运势不顺时,家里养的各种植物就容易没生气,反之,若家中植栽或花会突然长得茂盛,开枝散叶,花朵盛开,就代表好运即将降临。 2.蜜蜂逐巢 蜜蜂是勤劳的象征,天性上会在环境好,湿度适合的地方逐巢,如果蜜蜂在你的住家周围逐巢,是转大运的征兆,说明你家风水不错,除了有精彩的意思,也代表你的努力付出即将收获回报。 3.好梦出现 每个人多少会做一些梦,而某些梦境通常有特殊的意义,像是梦见自己从宁宁的路途走到平坦大道,从黑暗走到光明或剪掉凌乱的头发等等,都是转换好运的征兆。 4.还有一些,虽然当事人当下无法参悟,但心中总会有一种,感觉梦境的内容并不那么一般,也代表你的运气即将很快变好。 4.气色 指甲红润 运气不好,除了做什么都觉得不顺外,面向上看起来就容易暗沉,灰头土脸,指甲也容易呈现苍白,只要血气足够,精神好,财运及运势就会好。 5.当你突然发现自己的指甲,脸部红润有光泽,神清气爽,就表示将有好事发生,是一个很好的征兆。 5.人缘突然变很好 运势低迷时,容易感到万事不顺,难免心生抱怨及埋怨,身上一旦沾染了太多负能量,大家就会远离,当然就会感到人缘变差,没有贵人缘。 5.若发现在人际关系上,同事、家人开始乐于帮助你,给你好的建议与理解。走在街上,开始连陌生人都主动跟你谈话,或特别有小孩子缘的时候,就显示好运快要到来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这个单元的朋友记得到以下社群搜寻,与杨乐国家族,我们下次见。 谢谢大家。